这么多年一路走来 我觉得您在我人生最彷徨 甚至最无奈的时候 你给我看到一个信仰的 一个真正的内涵 我这个时候求上帝来赐福您 过去所为我们摆上的一切 Joseph 我不晓得我讲得好不好 不过希望你不要骂我 你上次来上课我们非常感激 大家同时都非常高兴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能请你再来给我们指导一点 上演的课 谢谢 我要跟老板讲一句话是 我觉得这是十二个字 一个是面对挑战 然后享受神秘 勇于真实 我看到你现在这样的 越来越自在 我真的是为你开心 感谢上帝 我也真的非常高兴 你常说一个人都要朝向 那个神要他成为的人 去完成他 我相信你还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也相信神在你身上 还有要继续塑造 继续制作的工作 所以我就用这句话来祝福你 祝福你不断地朝向上帝 就要你成为的那个人去完成他 你在你的勇于真实的这本书 的书序里面写的那句话 你说我们每个人应当都打开内心里的世界 因为每一个人从什么角度看自己就将决定在他一生当中 将看见什么 你知道我我读你那本书 读到这个还没进到内文读到序的时候 我就很惊艳于这句话 我就一直在细细的品味这句话 我觉得充满了智慧 也充满了对这个世间的一种 一种一种爱 很高兴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白书庄长很难得在电视上接受访问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要求他跟观众朋友说 他最想分享的话 其实在我书上那个 我记得是应该也是在末尾的话 那个结尾上面 也有一句话说 说一个人心中的力量有多少 他的人生的路就可以走多长远 所以我想如果可以跟观众们说什么话 就是说 若是我们心中有来自上帝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一路走 一直走到那个永恒的里面去 声音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其中最大的是爱 今天在白书庄长阳光的笑容当中 带你走进了他真实的生命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历经过忧伤的低谷 但是又这么样的有脉络的走了出来 如果你曾经受苦 或者你正在忧伤 也希望你能够透过白书庄长的出死入身 找到你自己勇于真实的力量 其实我认识白哥好长一段时间 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 白哥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你去跟他谈再大的风暴 跟他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心就定下来了 我常常很惊讶于这个人 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稳定的影响力 他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一个平静的人生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知道 白哥是所谓白色恐怖的受难家属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一直到我看了他的书勇于真实 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走过的是这样的一段 惊涛海浪的一段路途 其实真的需要勇气 需要勇气去面对 他不需要告诉别人这些的 他真的只需要告诉别人 他就是公关教父 他是危机处理的专家 他得过多少荣誉 我相信白哥愿意这样真实的 和别人分享他生命当中的最脆弱的一面 是因为他经验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 他走不过来的 我相信他一定体会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感受 就像保罗说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也因为他承受上帝这样的恩典 他真知道是上帝的恩典 以至于他今天可以这样站在众人面前 他愿意 从心里愿意 转过身来 扶后面人的一把 白哥就常常这样扶我一把 我感受到 在白哥身上我有一个极大的盼望 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在上帝扶持我们 能够站起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但是我很有荣耀的盼望 我知道我的主是活着的神 即使我现在软弱到贪在地上 我的主仍然是活着的神 他可以伸手扶我 而且我相信 有一天我走过的路 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但愿白从亮走过的路 成为你生命里面 极大的盼望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大帳户 还是写